一名16岁的女学生 近来常常感觉猴头有异物感 胸闷、胃酸逆流等等情况 被诊断出是胃食道逆流 但服用致酸剂却效果不佳 进入夏季后症状也更加严重 后来改服用促进食道蠕动药物后 症状明显改善 而另外一位50岁的女性 也经常有食道灼热 以及吃东西食物卡住的感觉 最近几周饭后的胸闷状况更严重 经过胃经检查后 发现食道轻微发炎 服用食道尼膜保护剂后 症状也获得改善 为食道逆流 食道蠕动是胶感神经 跟副胶感神经协调的一个动作 那天气热的话会改变 让个人的身体对环境的变化 胶感神经跟副胶感神经的协调出问题 一旦出问题的时候 常常在食道的蠕动上面会变成异常 专家指出包括猴头异物感 吞咽困难 火烧心 藕酸甚至慢性咳嗽等等 都是胃食道逆流的常见症状 如果胃酸逆流到口腔 还可能会出现口腔异味 牙齿敏感与牙齿酸食等等情况 需要配合医师诊断治疗 也要搭配生活与饮食习惯的调整 在天气热的时候可能你要怎么样在比较凉的地方 然后保持自己的穿着什么不要太穿得太腻 让自己保持凉快 那在饮食上面也就是说常常会灌大量水 有时候你喝得太快吃得太快 或吃得太冰的话 对食道的刺激会敏感 根据医师观察 今年胃食道逆流患者有暴增趋势 也是肠胃科主要的就诊疾病 包括了压力大、肥胖、抽烟喝酒 以及重口味饮食者都是高危险群 也提醒民众如果持续发生症状 就要及早就医 以免延误治疗时机 记者顾灿永台北采访报导